如今的华语乐坛都没有人愿意好好写歌了吗 这期我们盘点五首最离谱的抄袭歌曲 每一首都刷新了人们对抄袭的认知 第一首一厘米距离抄袭夜曲 第二首窗抄袭青花 第三首临时演员抄袭演员 是一个最最廉价的历史演员 演错了的空间和最真的表演 你却视而不见 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 在逼一个最爱你的人进行表演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集了底线 顺应时代的改变 看那些拙劣的表演 第四首简单的幸福抄袭有何不可 平淡淡简单的幸福 不会再有孤独 再漫长的旅途 等下一站结束 为你唱这首歌 没有什么风格 它仅仅代表着 我想给你快乐 为你结龙冰河 为你做一只不活的飞蛾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 第五首十五楼窗外抄袭中国画 怎么办我突然跟上了起来 觉得自己好孤单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画 空腹字的话 越来越过计划 全世界都在整中国画 自己肯定 那 报 未